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年2月20日 云彩游汇幕升起 以色列子民就从西乃旷野循序起程出发 以后云彩在柏兰旷野停住了 他们初次依照上主席梅室所出的命令起程 首先伊队起程的是由大子孙的刑期 率领军队的是阿米纳达布的儿子纳克雄 率领伊萨加尔子孙之派军队的是逐亚尔的儿子乃塔乃尔 率领執布龙子孙之派军队的是厄龙的儿子厄里亚布 率领加德子孙之派军队的是厄里亚撒夫 此后克哈特人台着圣索之物起程 当他们达到时人应已树起帐幕 以后伊队出发的是厄弗达恩子孙的刑期 率领军队的是阿米红德的儿子厄里沙玛 率领麦纳协子孙之派军队的是培达族尔的儿子加麦里尔 率领本雅明子孙之派军队的是基德奥尼的儿子亚布 以后伊队出发的是作全形后卫的丹子孙的刑期 率领军队的是阿米红德的儿子亚希厄则尔 率领阿歇尔子孙之派军队的是奥格兰的儿子柏格兰尔 率领纳菲塔里子孙之派军队的是厄南的儿子亚希厄 这是以色列子民出发时依对喜情的次序 梅失对自己的恶苦 米德洋人勒乌尔的儿子 赫巴布说 我们正要喜情往上主曾说 我要给你们的那地方去 你同我们一起去罢 我们必要好待你 因为上主对以色列许下了幸福 赫巴布回答他说 我不去 我要回到故乡我的老家去 梅失说 请你不要离开我们 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旷野安营的地方 你要吸我们当向道 你若同我们一起去 我们必使你分享上主要赐予我们的幸福 他们就由上主的山起程出发 行了三天的路程 三天的路程中 上主的若贵走在他们的前面 为他们尋求休息的地方 白天他们而仍前行事 上主的云彩常在他们头上 当若贵起行时 梅失就说 上主请你起来 使你的仇的溃散 使怀恨你的由你面前逃走 在若贵停留时 他就说 上主请归来 住在以色列千家万户中